她就生气 那我怕到事情 我说好行 我陪你去做 姑娘 她那个女的 我先前我还不知道 我后来我就仔细地看她那些 就是那个房间里面的照片 我才发现那个女的特别熟悉 我想起来是她一年前 带我去参加过她前女友的婚礼 她当时没跟我讲 那又怎么样 那个我已经跟她分手那么久了 那你要征求我的同意 别人去打电话 包括她的朋友也打电话 叫我去 她就说 你来嘛 没事 大家都释怀了 别人都这样说了 那我说 不 我怕 你前女友的怎么样 等于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参加了她前女友的婚礼 对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觉得她的朋友都在笑话我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都那么久了 大哥 真的 而且是别人打电话 别人都说 都告诉我 当时我说 都这么久 她说你看 我之前谈的那个男人都来了 就这样笑着给我说 你为什么不敢来 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 她说你怕那个你以前吗 我说不是 我说我来 我到时候我来 你去干嘛 祝她幸福 不是去祝福 那去吧 就像 就一个为了一个面子问题吗 别人叫我去 好行 她说的没错 就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 为了一个面子 你结婚了 不是去祝福的 那也有了 那不是去的 那我的面子呢 搞笑是吧 你的面子有了 我的呢 今天是谁想来的呢 特好奇 是我想来的 我想让大家知道 这些事情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 挺严重的 挺我看起来 我觉得真的很 很普通的 什么才算严重 那你眼里 那我跟她 都已经分手了 我去参加 就打底了参加婚礼 这件事 我如果真的对她有什么 我能带你去吗 你们当初都打算结婚了 那是当初吗 现在确实是我朋友 我确实是如此说的 是我朋友 你觉得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你现在 你现在还能跟她做朋友吗 能啊 确实能 哎呀 你早这么坦诚多好啊 你看同样一件事 这个时间顺序 其实挺关键的 能不能被原谅 又是怎么看待的 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皮特奔卷 就是我觉得可能 我是现在坐在场上 做生意的人 我想跟你说一下做生意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做生意 但是我想告诉你 生意不是那么做的 生意是你用诚实劳动 去换取合法收入 你现在这样 就是你跟异性说 我没有女朋友 异性说我想你 你觉得OK 我跟你说 这个已经触犯了 正常女性 对于社交的底线了 你不明白吗 生意就是诚实的 用你的服务 用你的产品 去换取合法收入 第二我想跟你说 不要说瞎话 去骗你孩子 你之前的这种房子里面 有其他女人的婚纱照 你带她去参加婚礼 这种事情 对女孩来说 这都不是说欺骗了 这是莫大的伤害 你带她去见证 你前女友的婚礼 你把她置于一个 她一定会不舒服的境地 然后去满足你 作为一个男人的面子 你怎么是爱她呢 你爱你自己 你选择的是不诚实的方式 去让她被动的 知道很多 她不愿意知道的事 你这样不是爱她 所以孩子以后 谈恋爱实话实说 不管姑娘原谅你 不原谅你 你要选择在感情中 尊重对方 尊重自己 才能够拥有一个 能够过得下去的感情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